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讲座的题目是 更多2018年底NSC批准的EB1绿卡申请案例 现在是2018年快到年底了 前一段时间在我们YouTube频道的视频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也有一些 今年年底在美国移民局NSC批准的EB1接触人才的案例 为什么要专门讲这些呢 因为大家知道在这种EB1 NIW类别绿卡申请 美国有两个处理中心 一个叫TSC德州处理中心 另一个是NSC内布拉斯加处理中心 后者NSC传统上认为批准比较难一些 而且过去几个月维度越来越难 所以很多申请也丧失信息 但是根据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总结 我们感觉在NSC目前形势比较难要好一些 尤其是非PP的Case 也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而相比之下 另一方面 俄州处理中心TSC 尤其是对于PP的Case来说 我们感觉最近收到的RFE比较难要更多 TSC的标准一定程度上向NSC靠路了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些Case的具体的情况和分析 这些申请主要是EB1A也有个别的EB1B 另外像前面讲到我们其他视频还讲了很多EB1A 到485提交一般来说要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而且提交以后还需要到Final Action Date申请才有可能批准 所以从提交I140到485得到处理往往要两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可以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吧 就说呢 这个申请并不一定的要用PP来处理 然后PP呢 即使140知道了批准的消息 并不能马上接下来就提交485 还需要等排期 从另一方面呢 用PP呢 我们感觉增加了RFE和被拒的风险 因为移民局呢 目前也面临收到更多的EB1A申请 这个我们接下来在另外一个视频里还会讲到 所以呢相应移民局可能应该有很多的雇员 另外呢 因为松多州少 水档船高等等原因 对EB1A的批准也更难 对于PP加速审理的Case呢 尤其是如此 因为移民官呢 可能只有比较短的时间来处理这个申请 所以有的时候呢 包括我们最近越来越多看到来自TIC 也有这样Template的RFE 可以用于任何一个人 移民官呢 没有讲到申请里面的具体的信息 只说申请人做的贡献 现在对本领域的贡献不够显著突出 这个有一定的呢 主观的判断 当然他这样做呢 我们认为是不对的 但是现状呢 目前还没有能够得到改变 所以总体来说嘛 作为应对呢 我们建议申请人呢 更多的处用regular processes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些Case具体的情况 这一位申请人呢 他是2018年4月申请提交到了NSC 然后呢 在2018年12月 申请没有经过RFE直接批准了 这个申请人呢 做的是化学和材料方面的研究 他是加州大学的博士后 所以呢 明显这个申请只能交到NSC 然后呢 他在中国是来自山东大学的博士 他有20多篇文章 有200多次引用 注意啊 不需要上千次的引用 然后他有几十次的审稿 下面一位申请人呢 他的这个申请是2017年的9月提交的 在2018年的11月得到了批准 他经过了这个RFE以后得到了批准 没有用PP 然后呢 这位申请人呢 是生物和口腔这个研究的 他在美国得到的PhD学位 然后在斯坦福大学做博之后 一样也是在加州NSC地区的 他有21篇文章 200次出头的引用 然后呢 有一些审稿 下一位申请人呢 他这个EBYA申请是在2018年3月交到NSC的 在2018年的11月 没有经过RFE直接批准 没有用PP 这位申请人呢 是工厂专业的 还有一些农业和生物方面的研究 跨领域的 然后呢 他在一个公司工作 在一个生态等等 这个相关研究的公司工作 原来呢 是在UIUC 在美国取得的PhD学位 他有20多篇文章 这位申请人呢 有一千来次引用 然后呢 有20多次申告 接下来呢 这一位申请人 是在2017年10月 提交的EBYA申请到NSC 在回复RFE以后 在2018年12月取得批准 所以我们大家看到呢 来自NSC 目前如果用非PP呢 在回复RFE以后 批准的几率呢 我们认为也比PP的要高一些 有更多的机会 这位申请人呢 是工厂专业的 现在呢 在特斯拉公司工作 此前呢 在美国取得的博士学位 他有10篇左右的论文发表 有300来次引用 有一些审稿工作 下一位申请人呢 他办的是EB1B 然后呢 因为公司在这个NSC辖区 所以他的EB1B呢 也只能交到NSC 他呢 没有用PP 申请在2018年5月提交 在同年2018年的11月 得到了批准 没有RFE 这位申请人 在美国取得的PhD学位 然后呢 他是在一个公司工作 有公司提交的EB1B 还有10篇文章 100次出头的引用 有几次审稿 下一位申请人呢 是在出生在印度 在美国的达到的博士学位 然后呢 也是在一家公司工作 他做的是化学方面的研究 他的申请呢 在2018年的年中间 2018年5月提交 2018年11月 得到批准 没有用PP 没有RFE 他有9篇文章 有100多次引用 没有做过什么工作 下面一位申请人呢 他是在美国中西部工作 为这个公司取得了若干的 这个EB1B的批准 这个公司 大概有120年左右的员工 申请人呢 做的是化学和生物方面的研究 然后呢 他的申请在2018年3月提交 同样呢 他是经过了这个NOID Notice of Intention to Deny 回复以后呢 在2018年10月得到了批准 他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学校 拿到PhD学位 有6篇文章 有30多次引用 一些审稿 从这些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呢 来自NSC 我们感觉有更多的EB1申请的批准 尤其是对于不使用PP的Case 大家可以参照我们这个YouTube频道的相关的 类似的这个视频 总结 最近的EB1批准的动向 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也有这样的视频 如果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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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